第九题,第九题到第十二题是题组 它以三种符号代表氢原子、碳原子和氧原子 同时给了六个物质它们的结构的样子 那么第九题是我们说 关于听类及其生活上的应用,何者正确? A,易容于水 错,听类是不易容于水的 所以选项A是错的 B,家用的天然气主要成分是1和2 本身有错位,因此瓦斯外泄 人们能马上知道 我们的天然气的主要成分是甲碗跟乙碗 我们的1是甲碗,我们的2是乙碗 所以它说我们的成分是1跟2是对的 但是呢 我们的甲碗跟乙碗 是无色无味无嗅的 瓦斯外泄的臭味是它另外添加了臭味剂的关系 并不是因为甲碗跟乙碗 所以选项B也是错的 选项C 通常碳数超过20以上 常温常压下通常为固体 这个是对的 老师上课的时候有讲过 选项株 听类必为 含有碳跟氢元素 所以1到6皆属于听类 我们听类不是一定含有碳跟氢 是只含有碳跟氢 那我们看到 我们的3 到我们的6 都有所谓的养原子 所以它就不属于听类 只有第1跟第2是听类 所以第选项株说 1到6都属于听类也是错的 因此第9题问我们说 关于听类及其 在生活上的应用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C 通常碳数超过20个以上 常温常压下通常为固体